欢迎收看这一集的聚焦真相 我是林彦如 这一集的焦点要带你来看AZ疫苗 目前已经开放自费施打 不过国外陆续出现了血栓的不良反应 欧洲丹麦 德国还有法国已经宣布停打 专家说 血栓其实是极罕见的副作用 还是鼓励施打 当前新冠疫情已经来到了九局下半场 现在要考验的是政府如何安定民心 放心地让大家施打疫苗 AZ疫苗跟这个mRNA的疫苗发生血栓几率 大概每百万人有五个 愿意施打的医院大概不到百分之二十 上个月千呼万唤的AZ疫苗才抵达台湾 卫福部小心翼翼保密到家 但施打率一直不如预期 谁都不想冒险成为百万分之一的受害者 掩盖孝齐日渐逼近 4月21号开放民众自费施打 但不久前也出现手箭疑似严重不良反应 一名60多岁的男性公肺施打后16天 出现呼吸道症状 血管炎和兼职性肺炎 AZ疫苗施打后的副作用 一直以来全球关注 各地频传血栓的特殊案例 这一针值得冒险吗 研究报告发现 施打AZ疫苗引发的血栓 并非典型的症状 诡异之处就在于 它们出现在不寻常的身体部位 例如从大脑流出血液的静脉 还有患者体内的血小板素质 都异常低 导致容易出血 英国有19人因此丧命 各国陆续出现致死案例 患病人会喘 会胸痛 头部会觉得不舒服的话 要尽早就医 可能要透过一些 抗血小板凝集的一些药物 甚至必要是要打免疫球蛋白 除了AZ疫苗 脚身疫苗 莫德纳疫苗等也有同样情况 所以它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到底这种病患打了疫苗 会产生的血栓能不能够被预知 虽然欧洲药品管理局声明 血栓是极罕见的副作用 强调施打人就是利大于弊 但国际社会不得不紧急喊咖 我们正在使用AZ疫苗和DN 我想很多听众 观众都搞不清楚 我们现在就算是三期人体事业完毕 现在没有一个疫苗是正式使用的 通通叫做紧急授血 因为我们人类要发展一个疫苗 没有十年也要五年 这次是去年12月才开始打 所以我们这个疫苗 所有的疫苗到底可以产生抗体多久 它的负重有多少 现在所有的资料都还不够 卫福部抢购30多万剂AZ疫苗 面临即将过期销毁的命运 相较于国外疫苗火速研发出来 台湾国产疫苗 连氧和高端相对严谨 两者都不是利用腺病毒载体技术 其中高端向美国国卫院获得的抗原 并采用美国公司开发的佐技 联雅则是使用次单位疫苗技术 最快6月底才会提交第二期临床试验报告 并升起紧急授权 最快7月才获准 受试者之一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选择力挺 前面可能要买别的国家 可是如果像流感一样的话 就像我们那个流感一样 我们最后还是要发展台湾自己的厂牌 自己的有效的疫苗 所以我一个是我认为 这个是去挺台湾的 在新冠病毒面前 人类显得渺小 新研发的疫苗会是一线曙光吗 这场驿站上半场的防疫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打得漂亮 如今已经来到九局下半场 要加快施打疫苗的进度 再度考验国人对政府的信心 华社新闻林彦儒送一张专题报道 A字疫苗已经开始自费施打 很多人就在问 国产疫苗的进度呢 目前联雅生计的第二阶段 总共有4142人申请 力聘要在5月中旬 所有的受试者都能够打完第二剂的疫苗 我们就独家专访到其中一名受试者 他现身说法 如果顺利 国产疫苗将在6月底取得紧急授权 7月中将会开打 打疫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支持国产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抗新冠肺炎 唯一救星只能靠疫苗 但国产疫苗却进度落后 30岁的C先生决定投入人体试验 至今已经打完第二剂 总共要去6次 一次领2000 加总是12000 然后我自己其实一开始 是觉得说还蛮划算的 因为你就等于花一个半天得2000块 因为我家就住在那个医院附近 可是后来回家才去仔细思考 因为毕竟这个药 它还在测试阶段会有那种危险性 是报名完回家才开始有点怕的样子 第一天C先生获得受试者日志 里头响载注射后 可能产生发烧 味觉异常 等12项不良反应 从轻度 中度 严重 到可能威胁生命来分级 首先你打的部位的话 它是会稍微有一点酸痛 就是那两三天 然后之后我的膝盖 然后还有我忘记哪边的肌肉 就是都有一点酸痛 都大概持续好像三到五天 我忘记了 可是要先强调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盲测 就是说我有可能打的是生理食盐水 我膝盖痠痛可能是我真的膝盖痠痛 就不一定是那个副作用 疫苗研究采用双盲形式进行 也就是说受试者都不知道 注射物的成分 究竟是新冠疫苗 还是生理食盐水 西先生每天都要记录身体状况 我每次到现场的时候 我可能都是比如说周末的一个早上嘛 然后我就会看到几十个人这样子 然后年龄层的话 我觉得各个都有耶 我又看到一个护士 他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打的 他自己是说 他们他就是不敢打AZ 一般家人的心态都是把人的孩子洗不了嘛 就是这种试验都是别人去做就好 那那你就不要自己去 你就等那个 我其实有稍微试探一下我女朋友 然后他自己是非常反对我去做 C先生是上班族 大学时就接受过国外的人体试药 当得知国产疫苗 也需要勇者挺身而出 他义无反顾 卫生署前署长杨志良 也是高龄人体受试者之一 我到今天第四天吧 没有任何感觉 我连现在打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我都打在左臂 都打在哪个位置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发烧 我为什么不担心呢 因为第一个我相信疫苗 相信他们研发的过程都很严谨 随着疫苗加紧脚步开发 新冠肺炎也不断出现变种 印度 英国 尼日利亚 巴西 还有南非都出现变异 南非的变种病毒就屡屡传出 突破辉瑞疫苗的防护 让民众得再接种两剂后 六到十二个月还要再补一剂加强剂 之后每年可能都要再接种一剂 迈入流感化的模式 这种突变病毒虽然说繁殖速度快 但好像它的致死率 倒是没有相对增加 这就说明了引化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起来口罩的话 基本上也要拿下来 除非今天新冠肺炎的一个病毒 跟之前的SARS一样 忽然之间消失 绝肌 但目前看起来没这种奇迹 医师说 后疫情时代的各种迹象显示 新冠病毒将变成流感化 国内外科学家 要面对病毒的不断变种 你我则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未来戴口罩勤洗手 将成为生活的必要习惯 华世新闻林彦如 宋一章 专题报道 疫情冲击台湾的经济 但是台南科技园区的发展 却是逆势崛起 2020年 台南的制造业产值 达到了1.1兆新台币 其中南科就占了78% 大约是8600亿 国外大厂纷纷进驻设点 大批的工程师也陆续地往南迁徙 而这一切的改变全意为三个字 台积电 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的专题记者带您前进南科 特别来感谢一下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繁任我们南部的地区 台积电登陆台湾 买地扩敞大型土木 户国神山台积电当领头羊 南部科学园区大翻身 这里是我们台湾南部的 半导体产业的最重要的指标 台南现在不是台湾的台南 它已经是世界的台南 世界的台南 我们进到南科一探究竟 第一个入视野的是 沿路整排的招募广告 南科崛起进行事 最显著的改变是 工程师往南大前夕 我前公司有一些同事 本身在林口工作 在竹科工作 其实后来发现 他们后来也都跑到南科工作 这波移民潮还没开始的时候 我每天北区到南科 大概是25分钟左右开车 这一阵子 有时候都要开到一个小时 他是李明桥台南人 在台湾印材公司南科厂 担任主管职务 1999年时 二类组毕业的他 为了挤身科技业 选择在竹科上班 北漂始终是南部小孩的无奈 那因为家庭的关系 我觉得某种程度工作跟这个家庭 要兼顾 所以就想说要回到南科这边来 15年前 李明桥为了家庭返回台南 当时南科的发展还大大不如竹科 但以现在来看他可说是超弦部署 感受比较深是台记预告 他有一些建厂的计划 南科好像真的要 就是整个要起飞的感觉 而对新一代科技人而言 南科的崛起也意味着 竹科不再是唯一选项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可以回南部 因为我家第一高雄比较近 南科企回去只有大概40分钟 南科发展起来之后很多外商 像包括我们公司有名的外商 都一次地搬进南科 像刚刚Eric不是说 他们当时南科就已经有在起来 那我觉得在可能我这个时代 那种差异性又更低了 直接面试上来就有来了 对 继续前进台湾印材公司 这家最早进驻南科的外商 是全球最大的显示器及半导体设备商 他们将全球研发中心设置在南科 2019年光是来台受训的就高达2万人 这个三年已经增加了800名员工 那人才其实是所谓像我们的高科技 尤其是创新技术来讲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 那这些来讲的话汇集了非常非常多 有能力的人在这里 那同时也提高了整个人才数值上 往上拉一个层次 我们访问到台湾印材公司总裁余定路 他告诉我们除了光电 南科最大的乘商引擎 是来自于半导体的乏威 其实我们的客户也在这边开始部件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跟着我们的客户在走 因为客户是我们的策略伙伴 我们必须要就近地来支援他们 而最大的客户就是他 台积电截至2019年底 在南科投资额达台币一兆1500亿元 2020年更次度在南科购地继续加速扩张 南科去年总营业额8400多亿 其中有54%是台积电所贡献 因为台积电的在南科做先进制程 5奈米 3奈米的设厂 那所以从美国的厂商 日本厂商 荷兰厂商 相关的厂商都寄居到南科这边来设厂 户国深山引发群聚效应 除了台湾印材公司 半导体产业链包括全球最老药厂默克 日商富士电子 富士方知都插旗 全球第二大半导体设备商艾斯摩尔 也将全球培训中心设在南科 EVU的全球培训中心就设在我们南科 那代表说未来很多半导体先进制程的人 你要受训就必须来台南这个地方 20年前的南部小镇 如今成了半导体重镇 随着5G AI 大数据等题材发展 后世更是看涨 南科华丽转身在世界占据一席之地 更重要的是南北科技发展慢慢平衡 让这群过去只能北漂的科技新贵 可以回家了 好 这新闻传统报道 台南科技园区不仅是南台湾的科技重镇 现在有许多的经济现象都有所谓的南科效应 尤其是房地产 现在国际连锁餐饮集团是陆续的插旗 周边的房价也跟着推升 去年全台南的房价是全国涨幅最快 不过快速发展的同时 公共建设有没有跟上脚步 继续来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前进上话 前进上话 从路边到餐厅 触目所及都是卖房广告 那边的房子通常都是 只要四处就是直接被买掉 很多都是南科族群 然后他们都表明自己是从新竹那边 或是北部那边下来的 从去年到今年 台积电大概增加了3000个工程师左右在南科 南方有新贵 大批工程师迁徙南科 让农田也能涨出豪宅 地价就差一倍哦 欢迎大家来这边自残 不过可能没机会了 都快满了 开车来到南科外围 这一天我们造访的是台南善化脸坛里 提到这个名字大家的反应是 都坐在南科的啦 当然你南科的行李比较高 就是在这里 它以前都是农地 然后把它变更成建地 就是现在富人区啊 说你们这里好人叫富人区 对啊 全省排名10名排行10名 新建独栋别墅一排又一排 街道干净有专人打扫 连坛里别称富人里台积村 有八成户数在南科上班 理项收入中卫数是168.7万元 全台第六 也是全国前十强中 唯一新竹意外的地方 很难想象五年前 这里还是大片农田 人国外人人口很多 很多 百步了啊 他们都觉得这里的房子很小的啊 应该是说台积电就是所谓的 互国城山啦 每年台积的消息就很多 今年三难平 明年五难平 很多工程师都这样下来 那有些毕业的大学生或研究生 他们只要是属于在 在家乡在南部的 其实就回来了 有机会就回来了 不会再像以前 就是可能会往竹科跑 你看南科在这个地方 我只要上高速公路 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可以下来 我来到安定这个地方 又有一个交流道可以下来 拜访当地房仲 他告诉我们 在南科就业人口加持下 不只连滩里 其实整个善化 新市 安定 永康的房价都是不断推升 透天一动 现在大概在1500左右 三年前你可能不到1000万就会有了 那边有一些大楼盖起来 我有去跟管理员聊过 他们这边只要一试出南科的 上班组直接就是 又再租进去了 台南去年住宅价格指数113.2 全台涨幅最高 访问到南科工程师Sam 他三年前花690万在永康 买下预售屋打算落地生根 现在价格只逼千万 差了大概250万 有下到因为只有三年时间 然后就往上走 那么快 南科大军入驻 商人也嗅到商机 在上化 新市两区 光星巴克就有五间 麦当劳 肯德基 Wardream等连锁企业 也在两年内纷纷插旗 但快速成长的背后 却暗藏隐忧 他还没两岁 我帮他排幼幼班 我在去年就排了 几岁 他现在一岁多 可能还没一岁就要先排了 我刚刚遇到那个邻居 他说他现在去问幼幼也满了 教育资源不足是当地一大问题 大家就是开始寄户籍 把户籍寄在其他的朋友家 所以当初我这边的人 这边的李民 他们的户籍不见得 全部在这里的原因都是这样子 就是为了孩子要念书 我们在南科周遭也发现 停车位严重不足 马路成了停车场 此外医疗资源更期待易住 我们最常去的一个大医院 就是永康勤美医院 那个路途起码也要40分钟 对 而且如果说今天是一个 大的公安事故的话 其实讲真的在10分钟以内 没有马上到达一个 医疗的一个院守的话 其实那个伤亡会更加的严重 快速成长背后 问题一一浮现 南科一年为台南 创造8000多亿产值 如何让建设跟上发展脚步 让这批科技大军 安心留下来拼经济 成了急需解决的难题 好事新闻 专题报道 网络上有不少 关于自来水的传言 像是说用电锅加热食物 水中的氯 就会附着在食物的表面 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 这是真的吗 广告后回到聚焦真相 现在大家都很希望老天爷 能够赶快下雨 水情能够缓解 不过最近在网络上 关于自来水的传言也不少 像是说用电锅加热食物 水中的氯会附着在食物的表面 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 还有说洗菜时用小苏打粉 可以去除自来水的绿 还有农药 这是真的吗 一起来看 大把青菜放在水中清洗 希望去除输果农药 洗菜怎么洗才安全 网络上最近踪传着的一遍 报称只要一包几十块钱的 小苏打粉 不但可以在两分钟之内 去除酸性农药 还有自来水当中的氯气 原理是小苏打粉是碳酸氢钠粉 会和水中的氯结合 变成氯化钠也就是盐巴 如此一来就解决了氯毒问题 听来似乎有些道理 但是事实确实如此吗 小苏打可以去除自来水当中的氯 这个应该是谣言吧 其实最好的话就流动清水 效果最好 比小苏打粉好 对比小苏打粉好 你不一定 因为你那个农药不一定是酸性 可能是碱性的 所以流动清水才是效果最好的 大概十分钟左右 那就可以把一些大部分农药 把它清洗干净 不只如此网络也疯传 台湾人黎埃多与电锅有关 里头写道电锅蒸煮食物 外锅大多用自来水 因为锅盖是密闭的 水中的氯就会附着在食物表面 产生致癌风险 奉劝大家要用煮开的水 或过滤水蒸煮食物 难道也是危言耸听吗 那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嘛 那氯的话呢 它的这个跟水如果在一起的话 它里面的这个氯 它会产生所谓的次氯酸 那次氯酸会随着这个加热 那蒸汽它就会蒸发掉了 所以也不会残留在食物里面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这个氯会产生对身体的这个危害 根据自来水厂公布的数据 台湾添加在自来水中的氯浓度 仅有0.6到0.7ppm 对人体造成影响的风险很低 所以用来蒸煮食物 不但不会有食安疑虑 也是清洗蔬果最好的工具 网络讯息似是而非 可别信以为真 以额传额 制造困扰 涂增恐慌 华尔新闻连招辞留俊南 台北报道 聚焦真相带您关注最新的时事 探讨公共议题 希望您会喜欢这集的内容 我是林彦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